要吃出行動力 這些東西你要認識 幾項鹿角跟龜板 一定是中醫的首要第一選擇 因為鹿角本身鹿角膠裡面的 生長因子非常高 龜板本身的膠質去 負荷上鹿角的陰陽雙腹 更是效果好 龜皮湯 這個就不是隨便講一講 只是好吃香氣而已 對 因為白竹是橘客的東西 它是很健脾力濕的 是 那皇帝黨真兩個是好兄弟 就是特別補氣的 風險也不容易來 所以這兩個藥材 其實是很重要的 歡迎收看健康友邦 我是阿娥 你的人生卡關了嗎 卡在那個關節 全台灣竟然有350萬人 身陷在那個關節疼痛 很多耶 手指頭 手肘 然後腳 很多都是關節 但是這些關節疼痛 讓大家很不舒服 你知道大概六七個人 裡面就有一個 身陷這樣的苦惱之中 穿衣服 護腰 吃的都來了 但是你可能沒有發現 這些關節疼痛 事實上是跟我們的肝和肾 是有關係的 而且這些關節疼痛 會讓你肌肉 也跟著開始疼痛起來 那肌肉疼痛跟什麼有關呢 跟皮有關 阿娥 你怎麼知道呢 我問專家的呀 好 我們今天趕快 來跟專家請教一下 怎麼樣讓大家不要卡關 來介紹我們好朋友 在現場 首先介紹的是中醫師周瑋倫 各位大家好 補氣 癢血 關節炎 補敲門 不要來跟你哭哭哭 結果你骨頭頂頂也哭哭哭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 這是我們的藥學博士 我們歡迎李威柱 李博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褲關節養肌肉 老後人生不卡卡 太好了 不是只有老才會卡 下面這位就不知道 為什麼年輕人也卡卡 我們歡迎藝人徐小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人生希望像摺凳 在摺起來的時候 希望都很順 還要押韻 真的 我祝福妳好不好 因為我們真的很多老人家 關節疼痛 這個覺得不訝異 我發現這幾年 真的有年輕化的趨勢 到底請問你年輕人 你做了什麼事 我第一次發現到 我居然會 我的卡卡會引起到 全部的人注意的時候 是我在生完第一台 然後我那時候 就想要身體比較好 去上有氧課 那有氧不都會做一些 暖身嘛 就會旋轉膝蓋 然後鑽頭什麼的 就在大家蹲下去 鑽膝蓋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到 然後就很正常 因為它已經伴隨我 有一陣子了 是 只是我就看到 我旁邊的媽媽跟姊姊們 就這樣子 就是發出那種 我就想說 我是做出什麼事情 你們要這樣對我嗎 眼淡看起來挺年輕的 對 而且那個聲音真的很大 那我就發現到 原來我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就像阿爾姐講的 就是他不是 老年人或長輩的專利 真的 這個是不是 就是肌少症的危機的開始 現在很多女性朋友 她為了要可以 那個美容體重 所以她就盡量少吃 但是有時候 你在結食過程裡面 肌肉會流失 所以現在肌少症 已經不是一個老年的問題 年輕人也是有這種狀態 所以去培養肌肉 其實對於我們這種身體的這種 鞏固是滿重要的 什麼樣的原因造成我們退化性關節炎 其實這些原因都跟你生活作息有關 我們讓周醫師來告訴大家 對 剛才小可說 還有李博士說的退化性關節炎 好像是都在膝蓋 腿部 事實上並不是喔 退化性關節炎 哪裡有關節 哪裡就會退化 對啊 連肩膀 肩膀退化性 手指 還有腳趾 膝蓋 膝蓋 骨骨 大腿 寬骨 腰 都會退化性關節炎 但因為我本人是人殘 智姦的代表 就是第一個肥胖 因為我在26歲那時候80公斤 我就26歲罹患退化性關節炎 對 以前年輕的時候曾經胖過 所以等於26歲我痛到 我沒辦法爬山 爬上去下步來 要被扶下來 因為整個磨損 重量的關係 肥胖 然後第二是老化 你要知道台灣的人 很可怕喔 50歲以上4個就有3個 退化性關節炎 到70歲之後 其實10個就有9個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年紀退化的關係 那生產當然是因為生產 骨盆底肌群怎麼下降了 第四是過度使用磨損 包括很多像18歲的校隊 籃球隊 也都是有一些肩膀的 磨損的問題 對 要小心一下 不是就年紀老化的問題 那當然其實第七個是 我們看到不良生活習慣 凌駕於外傷營養不均 為什麼 因為你常盤腿 喜歡打坐 喜歡跪 喜歡蹲 爬山 喜歡爬非常艱難的山 這東西都會造成一些不良生活 喜歡影響的退化性磨損的問題 我就是這樣 第七個 第七個 對啊 但我有個問題就是這個 關節疼痛像剛剛阿爾姐講的 關節疼痛真的跟肝腎有關係嗎 為什麼 絕對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說其實這樣退化性關節 什麼叫退化性關節 什麼症狀 酸麻障痛 就是我很酸 我很麻很脹 還有屈身不流利 我就是出去以後 生不回來 很多爸爸媽媽看電影說 你先走 擅長的 你先走 等我一下 我一分鐘就到 因為他站起來腳麻 他沒有辦法動 他關節沒有辦法去行動 走下一步路 其他退化性的關節炎 但是在中醫來說 其實就是內外的都有原因 內外的內的話 就是一個年紀跟勞損 你使用過度 媽媽家事太多對不對 年紀變大 第二個就是說 外外的話原因是什麼 風氣 濕氣 寒氣 外面天氣變化 濕氣 濕血 風血 讓關節屈身不流利 但是最重要是因為 年紀勞損之後 產生乾血虚 腎氣虚 因為我們其實人在退化過程中 還有退行性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的乾血不夠了 乾血不容 乳氧在筋以後 容易抽筋 肌腱不流利 肌肉沒有力的時候 造成的腎氣也下降 我們中醫有另外一句話 是腎竹骨 骨生髓 骨不好 裡面骨頭的髓質不好 其實你的整個乾氣 腎氣下降之後 造成你退化就會比較早 就像我二十六歲退化 這個原因造成的 要吃出行動力 這些東西你要認識 其像鹿角跟龜板 一定是中醫的首要第一選擇 因為鹿角本身鹿角膠裡面的 生長因子非常高 龜板本身的膠質去 附和向鹿角的陰陽霜 更是效果好 來喔 健康友方的 Youtube要趕快把它訂閱下來 好的節目呢 第一手馬上就會分享給你 要開啟小鈴鐺 要按讚 還要分享喔 好 我們剛剛講到 維持一個好的行動力 顧好你的肝腎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剛剛就說 乙型補型啊 關節這麼多 吃雞腳 關節很卡 吃豬腳 是不是這樣子補 周醫師 這裡好多 有豬腳筋的 還有豬腳的 豬腳的 補這些東西 是乙型補型 它的確是乙型補型 以骨補骨 這句話乍聽之下好像是正確 其實還是有點疑慮 但是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骨頭 我不要忘記 我們的骨頭關節 旁邊還有一些軟骨質 它是那個長中寶 就是那個雞腳 後面那個軟軟那個 其實膠質 它就是要補充 是你的結地組織 所以為什麼也是阿嬤 她吃雞 屁股 雞腳 越吃 回乎越漂亮 就要把所有的結地組織 都建構得很好 所以當然關節附近的也不錯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的人 因為營養太豐盛了 你吃豬腳 能夠補到腳嗎 因為他脂肪太高了 都要太高了 阿嬤還是端端 但是往下一走 哇 阿嬤 阿嬤才是對 是不OK的 是豬腳筋 雞腳筋可以補充到 但是我們還是強調 是吸收率 你吃那麼多的 一個雞腳筋 豬腳筋 要注意它的膽固醇過高 熱量太高 所以我倒是建議 其實像有些像雞的一個 像三角軟骨 雞的雞胸軟骨 還有就像是海參 都是很好的 低膽固醇的補充病 也是不錯的 以前阿嬤有在說 又是個枸杞 雞蛋湯 這是要吃怎麼樣 這真的我無法 我真的無法 因為枸杞雞蛋 它本身 雞蛋是很棒 枸杞很棒 因為枸杞本身 對關節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它對其他東西 是很好的 比方說枸杞多糖 它有富富的花青素 對於健脾 滋甘補腎 對眼睛的清亮明目 對於一個 比方媽媽的一個 潮熱倒汗 更年期調理 都是非常好 所以我沒聽阿嬤 跟我講 三斤博士一講 跟我講 我寧願聽那個博士告訴我們 因為博士其實還有一個 龜皮湯 這個就不是隨便講一講 只是好吃 香脆而已 對 因為過去來講 比如說你看 我們本身我們的關節 你說 剛剛 周醫師有講 對 肝組 筋腎組骨 皮組肌肉 那你說 你要養筋壯骨 那我們在關節裡面 有很多是屬於 跟我們的肌肉組織有關 你說肌軟骨也好 或是說很多 半月軟骨也好 其實它是跟功能是相關的 所以我們乳润這些氣血 就很重要 那這氣血可以 到的話 我們長瘦血能握 那竹瘦血能布 所以這個東西裡面 就有很多重要的藥材 那比如說 大家看 像這個是白竹 白竹 那白竹是軀科的東西 它是很健脾力濕的 是 所以脾胃的功能 其實濕氣排除掉 那脾胃功能很重要 那我們常怕一些什麼 蜂式的疾病 那身上比如說 有一些皮屍的狀況 可以用這去處理 那比較像這個黃旗 黃旗 黃旗本身來講 甘草本身都是一個 甘草 這是黃旗 這檔生的甘草 都是比較偏向這種 甘草調和豬藥 那黃旗 甘草兩個是好兄弟 就是特別補氣的 所以我們 正氣內存血不可幹 所以一般的 蜂血也不容易來 所以這兩個藥材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有時候你晚上 其實你看 半夜的時候一到三點 是走足缺陰甘草 人要不要好好睡覺 其實很重要 所以你看這裡面 用這個酸藻人 酸藻人的話 就是養心 然後一乾 它對這種四周 那種關節避痛 也會有幫忙 是不是在食物上面 我們所攝取的營養素上面 可以有一些幫忙 讓我們這種所謂的 退化性關節炎 年輕人 我 年輕人拜託你保重 老年人真的是 一定會這樣子 但是早點認識一下 是好的 周醫師告訴我們 要吃出行動力 這些東西你要認識它 對 剛才李博士說的重點 就是請大家不要說 你骨頭不好 就一直專注在骨頭 補骨頭 你補不進去 吸收不進去 是沒有用的 當你睡得很飽 精神很強壯 肌肉很進食的時候 你氣血充沛之後 你才能再乳養到 你的關節 所以當你用龜皮湯之後 發現它的人生枸杞之外 還有什麼呢 其實像鹿角跟龜板 一定是中醫的首要 第一選擇 因為鹿角本身鹿角膠裡面的生長因子非常高 對一個接近快要退化 或是已經退化的關節的話 它可以再造它的新生 再造它新生之後 讓它的一個骨膠原細胞 骨膠原的生成再出來 所以對一個退化的老人家的話 他會覺得 腳骨 腳軟Q 比較舒服 那龜板膠它更厲害 龜板膠是平血可以補血 疲勞可以補疲勞 龜板本身的膠質去負荷像鹿角的陰陽雙補 更是效果好 可是有些人可能長期吃素 還沒有辦法 那對沒有辦法的話 那沒關係 其實像植物膠裡面 像杜仲跟骨碎補 也是我們非常推薦的 一種植物性的膠 像杜仲膠杜仲絲裡面 它對於媽媽的一個坐月子 腰三倍痛 對小朋友成長發育 對不對 它對於一些比方說 你骨折脫臼 筋骨扭傷之後 骨碎補去 接續療傷 這方面的 滋肝補腎的肚種 入肝精 入腎精 都是非常的植物膠質 鹿角龜板 我現場真的是有一個 幾千年的好朋友來現場 我們歡迎他們 真的是這樣 巨星 你好 不是介紹一下這兩位巨星 對 它已經有三千萬年 這就是 對 那這個是兩萬三千年 兩萬三千年 兩萬三千年的鹿角 然後三千年的龜板 天地同壽 你看 這個鹿角是擇天地之陽 那龜是擇天地之陰 因為陸腸回頭 我們以前不是 越武功要打通任督二脈 是 那督脈在後面 所以這個鹿角是通督脈的 那這個烏龜的話 它是縮起來 所以它本身比較知陰 它本身是走這個任賣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 缺一不可 那這兩個比較特殊就是說 當然就像剛剛周醫師所講的 那真正的鹿角跟龜板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像 膠質啦 碳酸鈣啦 還有相關的一些多醣類等等 其實對著你都不錯 但是其實它可以到天地這麼久 你看 像這是在甘肅河鎮所發掘出來 三千萬年前那種鹿龜化石 是 那這在我們澎湖海溝所看到的 這種鹿角化石 大概有兩萬多年了 所以它經歷這麼長的時間 它還是可以這種 永固一樣 所以跟我們的 其實身體來講 如果可以像它這個情形的話 我想 也夠壯 那小可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好好的來保養我們大家 因為其實 你這麼年輕有關節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很訝異 剛才李博士也好 我是周醫師講的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我後來發現到 營養不應該是單一的 它其實要用複防 所以你會發現到 中藥都會這樣互相的搭配 對 就跟我們人一樣 也要互相搭配 你不能單靠一個人嘛 真的 這我一個人主持有什麼好看的 我就要一起排不好 走幾個包裹來看看 也很重要 但是我就覺得 這是互相要做調配配搭的 所以當我了解到之後 我就開始跟大人 做一些觀念上面的補充 第一在營養品上面 當然你要複防 然後大人也真的很有話聊 他就說複防 我怎麼知道 我今天吃了這罐沒 你擺六瓶在我面前 我吃了A 我不記得我怎麼吃B C 結果永遠都發現A都沒了 因為只吃A而已 都忘記了 所以複防的意思 我說你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要買一瓶抵多瓶 然後他用複防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要跟阿兒姐問我 我真的做了很多功課 不是因為我自己 是因為我真的很怕長輩吃錯東西 白花錢 然後後來我在網路上面找到 我就發現到 第一一定要非常的有知名度 因為這是品牌安心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說的 富方的問題 然後最重要 為什麼要富方呢 因為他一瓶可以抵多瓶 所以我最後選擇到這個 我稱他為 顧官富方 我跟你講 真的是為了父母親 我去查資料 我自己都沒有做那麼勤喔 好乖喔 真的 因為你要給父母親 你要說服他 不然他覺得他對不起劉先生 他對不起他的朋友 他感覺他在亂買 這一瓶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是國內知名 那很多長輩都覺得 我要吃中藥 中藥可能比較實在 他就是從傳統中藥 到現代的科學製藥的 老字號品牌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年曆 也沒有可能沒有像這個 龜甲這麼久幾千年 但是他的研究的歷程 是讓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的 他的品質的保證 然後再來呢 這個他們家廠牌也是 台灣外銷日本第一 第一喔 不是第二喔 是中藥的製藥廠 對 外銷日本第一的 所以很安心 你看在台灣這麼厲害 然後外銷到日本還是第一 所以這讓大人聽起來 就覺得有保障 第一保障我已經放心了 再來吃進去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安全度 所以他在裡面 他也是全台第一家 通過三階段 三階段的這個核准 這個核准的這個叫做 卻竊核准 對 博士比較清楚 那我去查的時候 我想說什麼叫卻竊核准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 我們的是西藥廠 西藥在做這個檢驗的過程 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是非常安全 然後讓我們看到它 不是一階段 是三階段 然後再來就是呢 當然它的品質保證了 然後字號有了 老字號信任度有了 一定要得獎嘛 大家就說那有第一名嗎 有第一名嗎 有 這時候我就跟我爸講說 有第一名 它是榮獲國家最高中醫 中醫藥的一個 治廠的最高的獎項 叫做第一屆育階獎 育階獎 這個博士 那是因為在前年 中醫藥發展法 它本身立法之後 它要鼓勵國內的 中醫藥的發展 所以在去年第一次盤診 所以得到的廠家 大概就是像 山種啊龍種啊 台大這種醫院 對 就是是非常就是你 爸爸就會說 那是什麼啊 我就說你知道嗎 就像我跟他講 這些醫院都有喔 你要知道 這個不是隨便可以得到的 對 所以我覺得在品質上面 有這麼大的保證 那當然它要吃進去 它要感受到 是 所以一打開你知道 它就會想先 大人都很奇怪 一打開先聞 有沒有它害怕的味道 可是你看喔 它的膠囊是這樣 這我放心了 它是做膠囊的 它做膠囊 所以你這些某種粉之後 對 全部都在裡面 也就是說我的舌頭 不會碰到這些 我不喜歡的味道 是 像很多就會覺得什麼 可能耳龜啊 或是鹿啊 這種東西 它的腥味很重 對 可是它做膠囊的 然後它又是做 顧關的腹方 所以吃進去的時候 第一就會讓你 不怕那個腥味 所以吃到肚子裡面的時候 你就覺得 欸我可以接受 而且我願意再來 每天每天每天 每天長時間的去使用 那再來就是成分 裡面的當然 除了這些腹方之外 裡面的成分 也是由臨床的中醫師 來做把關 我覺得這個是 我在教導 可能我們自己在買的時候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觀念 其實它裡面的腹方 真的不是只有 剛剛單純的這些而已 還有裡面就是 像我們大家比較知道的成分 例如說是膠原蛋白 然後軟骨素 然後甚至像葡萄糖胺 大家都知道嗎 所以真的是一瓶滴多瓶 對 好 親愛的朋友不要忘了 在臉書上找到健康有方 要按讚 要分享 你可以看到更完整的節目內容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關節要顧好了 好多名字想一下 有這個龜板 鹿角 枸杞 很多很多 其實它裡面的腹方 真的不是只有剛剛 單純的這些而已 還有裡面就是像我們大家 比較知道的成分 例如說是膠原蛋白 然後軟骨素 然後甚至像葡萄糖胺 大家都知道嗎 關節可能都很需要 對 這裡面都有添加 所以真的是一瓶滴多瓶 對 我覺得腹方這件事情 是大家需要去調整我們的觀念 是 吃進去的東西 當然除了安心之外 還是必須要有感覺 所以它其實呢 他們的實驗 因為畢竟每一個產品 出來都不容易 所以它的實驗室 是用國際型的實驗室 然後在裡面呢 非常嚴格的把關 一道程序 那除此之外啊 它裡面的這個 小小的這樣的一顆膠囊 就像我剛才給阿爾姐 跟大家看到這個膠囊 所有的腹方都在裡面 大家會覺得怎麼可能 當然 對於我們來講不可能 可是國際的實驗室裡面 就有可能 它是用一個很 它是用循環萃取 然後是用低壓的方式 把它壓縮在裡面 像很多很多我們都知道 像 ISO 9001 它也通過了 然後像是美國的FDA 它也通過了 然後日本的GMP 它也通過了 所以呢 像一般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就害怕有些重金屬啊 然後或者是農藥啊 它通通都沒有 太棒了 所以給長輩吃也好 說甚至我現在自己吃 我自己很擔心 我有小孩 我也要把我的健康把關 對 那吃進去的東西 我就希望真的很安全 可是在安全的過程中 也希望不要太貴 它的價格非常親民 對 它的價格非常親民 就是以我們剛才講 這麼多食材瓶瓶罐罐 它的一瓶的富方 就是可以讓我們剛才吃到 真的是感覺有感受 而且是安全看得見 那我覺得 推薦給現在很多的 全職媽媽也好啦 或是上班族 剛剛其實小可有講到了 像是什麼膠原蛋白 對 軟骨素 對 這個很好 因為通常都要 另外再去補充 這樣子加進來的時候 周醫師 是不是整個一瓶底多瓶 它就有加成的功效了 對 因為試口性跟加成性的 好不好有沒有效果 是非常重要的 媽媽爸爸很喜歡說 我想吃補骨頭的 我就全部 比方說我想吃肉 我就豬肉牛肉 要一起吃 不是的 你要能夠 這些東西能夠進入 細胞裡面 進到身體裡面 所以其實在這個富方 我基本上 我覺得已經夠好了 因為其實不是一直吃 龜板和鹿角 它是用人生枸杞 就很像是在輪船進港之後 很像是一個 進來好多的貨物在裡面 需要一個很小的船 飲水人 飲水人像人生枸杞一樣 對 把它帶進 把那麼多的好貨 帶進我們身體細胞 裡面說 細胞裡面需要說 我要我要我要吃好 全部把龜板鹿角帶進去 但是這裡面最強的一點是 它用古代的傳統的 龜板鹿角 人生枸杞 又加上了現代的一個富方 比方說像我們常聽到 你剛才說 爸爸媽媽說沒有用的 什麼軟骨素 膠原蛋白 或是說像一些膠質 葡萄糖胺吃不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人生枸杞 和龜板鹿角 把整個腎氣拉起來了 把乾血 氣血拉起來 讓整身體充滿活力之後 好 這時候 你的一個像軟骨素 還有像一些葡萄糖胺 在裡面建構架構了 關節裡面的潤滑液 再像膠原蛋白在裡面 這裡面有加喔 對 把鋼筋水泥建固起來 你的肌肉 你的神經 你的一個肌腱韌帶骨頭 才會強壯有力 那博士這些領航者進來 其實最重要是要 讓這些 好多好多的副方 可以產生功效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像剛剛說一直講的 像膠原蛋白吃下去 就會馬上到我們的皮膚去嗎 不會 它還是一樣分解為氨基酸 然後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它在整體來講 它這東西古今農會 那就是創新不離終 成績不膩苦 那用這種方式的話 讓我們本身做一個 更好的鞏固 那讓我們人生 在人生的關鍵時刻 都可以很堅挺 是 所以你看我們現場 兩位特別來賓 兩位大來賓 大家賓 對 然後龜板 它可以幾千年 幾萬年 如果我的骨架可以維持這樣 我的生命力更強的話 即使是老後 退休的生活 我覺得也可以很精彩 而且還有 我覺得這個產品 一定要推薦給 就是剛生完的媽媽 是 因為缺乏鈣質這件事情 你知道女人三個階段嗎 青春期 然後生小孩坐月子 到老花跟年期 其實我覺得 真的黃金期間點 我們都要把握到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會推薦給 我生完小朋友的媽媽 我個人是鼓勵大家 多生小孩 對 那也要補充東西